这是女神王祖贤的吸引之作,缺一改风格西装革履,与日本女星公泽李慧上演大尺度情感戏,让吴彦祖多甘作陪陈名为下风。 1930的苏州,德月楼歌迹翠花因为生的绝美,加上昆曲唱功了得,被当地富商荣老爷看中,用三千两的高价收作第五房一太太,原以为翠花从此能改头换面。 过上富贵荣华的好日子,可男人的真心哪里能靠得住? 过门不久荣老爷就对翠花心生厌倦,常常将她晾在深闺,只在有兴趣听戏时唤她出来唱段曲。 翠花在府中不像是一太太,反倒像一只囚在笼中的金丝曲,纵然府上日夜声歌纸醉精明,身为玩物的她却无法得到一丝欢愉,只能靠着歌喉苟延残喘的生活。 其他太太看不惯她的出身,也明里暗里地贬损她,但翠花却不悲不慕,安安静静犹如一朵空谷幽兰,有时被折损得很了,她也只是躲在房间里,用剪刀将绣布戳烂发现,然后一日日沉郁下去。 如果没有荣兰,她或许不久便会抑郁而终,荣兰是荣老爷的表妹,两人先前是旧事,在得月楼英系结缘,荣兰虽为女儿身,但从小就被家里当公子埋养,颇有男儿制止,母亲曾告诫她,要想中国富强,女人就要走出闺房,于是荣兰便在学校里当老师,教导学生自食其力。 可另一边,她又难以抵抗家族作风的静音,常常跟着表哥听取唱戏,她常常做好事,却只是为了遮掩内心的颓废感,而深归大院中的黄黄不可终日的翠花,变成了最吸引荣兰的存在。 她沉迷于翠花所有的味道,香水味,鸦片味,还有歌声里的无奈味,明明知道那是很吞废的,却又沉浸其中难以抽离。 早就想去,别起烟了,可是烟雾的你,要是那么的美,叫我怎么全能下口呢? 荣兰带翠花记好,她记得她的生辰,特地身着细服扮成俊桥书生唱戏给她听,唱词里情意绵绵,三声三式的誓言婉转动听,伴着扑苏苏落下的花瓣,翠花的心在此刻尽数交付。 只可惜荣兰虽有情意,却是女儿身,无法满足深归寂寞的翠花,翠花只能每日喝酒抽烟解闷, 这是她醉醺醺的路过帐房,看到二管家正坐在里面记账,她生得年轻英俊,是许多姨太太私下里说小话的对象。 怎么这么晚了,还在记账啊,真是有那么多账要记呢? 二管家回答说她只是在写日记,翠花问记得什么可有自己,二管家说记得府上大小的事件,自然也是有夫人的,两人沉默不勇,却有一种莫名的情愫流淌,只可惜还未等那一次激动萌芽,二管家就要去当兵报国了,临走前她特意来找翠花辞行。 翠花心中失落万分,却依旧强颜欢笑说自己从前从未留意过她,现在分开倒是开始伤春被秋了,不久后,荣府又搭了戏台,上演的是临冲夜奔,翠花很高兴,因为这次站在台上卖弄的终于不再是自己,而是个精壮俊俏的小伙,她坐在台下和荣兰小声议论着,而荣兰也明白了她的意思。 戏曲结束后就将小伙叫进了房间,俊俏武生一渐渐脱下自己的衣服,面容泛起羞涩的红韵,对面的二人扶长微笑,看着她拖到剩一件单衣,你们慢慢玩,我先走了。 荣兰失去的起身告辞,走到门口却又犹豫地回望,背影中满是苦涩与失落,次日,对学生一向好脾气的荣兰破天荒发起了火,直到旁边的学生出言解释,女孩是因为家人生病才没带课本,荣兰才意识到自己失态了,她十分愧疚,同时也意识到,昨天的事情已经彻底扰乱了她的心弦,她一夜未眠,满心满脑都是翠花和五生亲密的样子,然而女人深男人心,荣兰便是在多柔情也有心无力,原以为自己会和她的心情。 和翠花渐行渐远,不想这天放学,荣兰发现翠花带着女儿坐在自己家门口,她快步迎上去,温生询问发生了什么? 你说怎么好,荣府我们待不下去了。 荣兰没有多问,毫不犹豫地握住翠花的手,让她来自己家中,就这样,他们开始了一家三口的生活。 荣兰在外交述养家,翠花则洒扫停除,将不大的房间整理得十分温馨,只是意外还是猝不及防的到来。 这天翠花在窗边等荣兰回来时,突然咳嗽了一下,手帕沾上了鲜艳的红色,她不敢胜张。 家里的情况已经不是很好,她体恤荣兰工作辛苦,只能偷偷将恐慌咽进肚子里。 然而另一边的荣兰为了改善经济,也将自己的传家宝字画拿出来变来,两人都在默默付出,只为能长久地相守在一起。 此时一个男人的出现却打破了平静的生活,她是教育部派来的考察员,要在学校待上一阵子,深邃的眼眸与刀削腐躁般的面容,让荣兰只看一眼便难以忘怀。 学校的女孩子们也为她疯狂,甚至为了偷看而大打出手。 去,去,去行之刚。 不,我没去,因为她晒,所以想偷看。 荣兰生气地教训她们不成体统,自己却也被迷得失了神志。 偏偏行之刚还主动献殷勤,隔三差五给荣兰送水果。 荣兰的心渐渐地便宜,拿着桌上原本带给翠花和孩子吃的点心,敲响了行之刚的房门。 男人正在洗澡,诱人的腹肌在阳光下更显健壮,无意撞见的女人顿时小鹿乱撞,目光被牢牢吸引,回神过来的她转身要走。 荣兰师。 你掉了东西。 电光火时间,两人便滚到了一起,一致晚上回家,荣兰依旧在回味白天的悸动。 行之刚的出现唤醒了她妩媚的一面,让她失髓之味不可自拔。 家中的翠花对一切都不知晓,依旧贴心地询问荣兰怎么最近没有回家吃饭。 荣兰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,内心却感到深深地自责。 她对行之刚毫无保留地说出了翠花的事情,承认自己对她十分迷恋。 你这么讲,一定曾经很爱她。 我还是爱她的,只是有些不痛。 另一边,翠花坐在房中,心中突然涌出一种不安与悲怂。 窗外金色连天,已经是萧瑟的秋天了,伴随着秋天到来的。 还有二管家战王的消息,二管家在临死的时候,说要把她的日记交给你。 夫上说,不行,要烧掉了,还是阿荣,把她拖出来,让我交你。 翠花心绪复杂地翻开日记,还没看几页女儿就缠着要出去玩。 她只好放下日记,带着女儿来到公园,却正巧碰到荣兰和行之刚亲礼约会。 心就情愿碰面,气氛有着说不出的尴尬,可翠花却还要强装镇定。 假装无事发生,她借口一个人走走,让荣兰带着女儿先回去,接着眼泪便淒淒哀哀哀地落下来。 一天之内,她失去了两个对她好的人,仿佛失去了全世界。 自那天以后,翠花就渐渐变了,她又抽起了很久没沾的大眼,唱起了缠绵绕人的昆去,看着她失魂落魄的样子。 荣兰心中有着说不出的难受,直至此时她才明白自己的心意。 和行之刚在一起,她感受到的是正常的情侣,像普通人一样安稳的生活。 然而和翠花在一起,却是两个失忆灵魂在互相舔尸伤口。 说不清爱或不爱,似乎她天生就该守在她的身边。 荣兰离开了行之刚,回到了翠花的身边。 一家三口似乎又回到了从前的生活。 翠花将二管家的日记一夜夜丢进了壁炉,那些未能从生的爱也就此被永远埋葬。 翠花的病越来越重了,荣兰寸步不离地守在她的身边。 在满目金灿灿的树林里,翠花坦白在遇到荣兰和行之刚的那天。 她收到了二管家的日记,才明白她对自己的心意。 那天我哭了,那你是为了我,还是为了二管家? 翠花没有回答,荣兰也不介意,一切都过去了,原因又有什么打紧的呢? 从始至终,他们都是彼此在这孤独无望的世界里。 最后的阴影之火,而这微弱的火光是否惊艳过他人的脸庞,也并不重要啊。